我要开始讲功能变数 在讲功能变数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功能变数 所以呢 请先打开第一堂资料夹里的 二功能变数范例练习 然后看到这边有个数字五 往下看 把这边滚大滚大滚大 这个数字就是功能变数 当我点它一下 我发现说 它是个多汉文字 那没关系 我现在也先不管说 我们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 我们现在只先看一下说 这个功能变数呢 它的底色是灰灰的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吗 可以哦 我们只要打 OP Enter 或者是 滑所有键 选项 找一下 在使用者偏好这边 就有一个 这个功能变数的一些相关的小设定 这边有功能变数更新的设定 那没关系我们不用管这个 XX 那这就很明显了 它说显示功能变数的背景 这边是有把它打勾的 当我把它消掉 按确定 你看这功能变数的灰色的背景就没了 可是呢 我个人是建议说啊 你还是要把它打开啊 因为你把它打开以后 你才知道说它是一个功能变数啦 所以说 还是建议说我们把它打开 确定 这样你才看得清楚嘛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讲功能变数的一些范例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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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